多因素方差分析 多因素方差分析 同样可以通过Anua过程来实现 语句格式如屏幕所示 其中 因素效应可以是每个因素的主效应 也可以是多个因素的交互效应 上述语句与实现单因素方差分析的语句是类似的 只是因素的个数增加了 GLM过程 GLM过程用来分析符合一般线性模型的数据 它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分析中 如线性回归 多项式回归 方差分析 斜方差分析 偏相关分析等等 GLM过程用来实现方差分析的语句 如屏幕所示 用在方差分析 用在方差分析时 GLM过程与Anua过程的语句几乎是一样的 选项也基本相同 但是对非均衡数据 GLM过程 GLM过程比Anua过程更有效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研究三种不同的活性剂 四种不同的处理剂 对纤维弹性的影响 对每种配方组合 分别进行两次重复实验 得到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是分析 一 活性剂与处理剂 对纤维弹性的有显著影响 二 活性剂和处理剂两个因素 是否存在交互效应 三 使纤维弹性达到最大的配方组合是什么 在本问题中 活性剂作为分类变量 下面有三个水平 处理剂作为分类变量 下面有四个水平 这两个因素都可能对纤维的弹性产生影响 而且这两个因素间可能存在有交互效应 下面我们利用Anova过程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我们编写以下的SaaS程序 在数据部 我们建立了关于纤维弹性的数据集 Fiber 然后 为了减少数据的输入量 我们利用循环语句来读入数据 其中 第一层循环 表示变量 Active有三个水平 依次为 1 2 3 即表示 有三种不同的活性剂 第二层循环 显示变量 Trait有四个水平 依次为 1 2 3 4 即表示 有四种不同的处理剂 在 第三层循环 我们引入辅助变量2 2的取值为 1 2 表示 每种配方组合的两次实验 然后 我们利用input语句 读入变量 Elastic 也就是纤维的弹性数据 这个符号 表示在一行读入多个观测 在input语句的下面 我们的应用output语句 将每次读入的数据输出到数据其中 Cas语句则提示下方的全部都是数据行 在过程部 我们利用anova过程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其中 为指标 为指标变量 考虑 Active 变量的主效应 Treat变量的主效应 以及 Active和Treat变量的交互效应 来建立 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 在完成以上的SaaS程序之后 我们单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即可得到程序的结果 查看结果窗口 展开竖形目录 我们可以看到 在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Elastic目录下 一共有三张表 其中 第一张表为 Overall Anova 这就是方差分析表 双击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方差分析模型的 F统计量值为 12.06 P值为 小于0.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 Alpha等于0.05 这表明 方差分析模型是显著的 再从第二张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 因素变量 Active 它的F统计量值为 19.40 对应的 对应的P值为 0.0002 小于显著性水平 Alpha等于 0.05 这表明 因素变量 Active 是显著的 第二张表达 F统计量 F统计量值为 30.20 对应的P值 小于 0.0001 也小于显著性水平 Alpha等于 0.05 这表明 这表明 变量 Treat 是显著的 变量 Active 和Trait的交互效应 它的F统计量值为0.54 对应的P值为0.7665 大于显示性水平α等于0.05 这表明 变量Trait和Active的交互效应 是不显著的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 在该实验中 活性剂对纤维弹性的影响是显著的 处理剂对纤维弹性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而活性剂和处理剂 它们之间的交互效应 对纤维的弹性则不显著 下面 我们不考虑交互效应 来重新建立方插分析模型 我们编写以下的SaaS程序 在数据部 指定运行ANOVA过程 并写指明要分析的数据集为Fiber 利用class语句 指出因素变量为Active和Trait 但是在Model语句中 我们指出 以Elastic为指标变量 以Active主效应和Trait的主效应 来建立方插分析模型 而没有考虑 它俩的交互效应 最后 我们通过Mins语句 来计算 指标变量 Elastic的均值 以找出 使指标值达到最大的配方组合 我们使用鼠标 选中这一段程序 然后 单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即可得到 对这一段程序的运行结果 查看结果窗口 展开竖形目录 我们查看 第二个方插分析模型的方插分析表 在 Anonisys of Variance Elastic目录下的 第一张表 Overall Anonisys of Variance 方插分析表 双击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模型的F统计量值为 30.53 P值为 小于0.0001 方插分析模型 仍然是显著的 变量Active 和Treat 它们的P值 也都小于 0.0001 这表明 在不考虑交互效应的 方插分析模型中 活性剂 和处理剂的 影响 仍然是显著的 结果窗口显示 在Anonis Means Active 目录下 有一张表 这张表 就是 活性剂 的个水平下 纤维弹性的 均值 双击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当活性剂 处于第三个水平时 均值 达到最大 为39 我们再查看 在处理剂的 各水平下 纤维弹性的均值 在结构窗口显示 Means Treat 目录下的 Means表 就是 处理剂 各水平下 纤维弹性的均值表 我们双击该表后 在输出窗口查看 可以看到 当处理剂 处于第四个水平时 均值达到最大 为40.33 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 最好的配方组合为 使用活性剂 A3 和处理剂 T4 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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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